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看了不说一句决绝词 这部成就彼此的剧是龚俊事业生涯的转折点 短短一个月时间就从不温不火的网剧小透明变成了全网爆款 此时龚俊已经将近30岁 浓烟帅哥狗狗眼和影杀手各种关键词扑面而来 网友们都惊呼发现了宝藏 这枚宝藏曾经差点要回家乡开串串店 龚俊是一个不吃辣的成都武猴人 武猴是有名的女邪之都 他家里的亲戚都是做女邪的 也不知道是哪根筋大错 龚俊放弃学院跑回家里学习女邪设计 整日歇歇画画 就这么过了半年之后他再次放弃 我这人比较好动 坐那儿画一天我坐不住 严谨这条路自己走不通 又乖乖的回到学校读书 第二年就考上了东华大学表演系 在表演系他只占了一个长相优势 专业课水平让老师都叹气 龚俊觉得自己在表演这方面 大概也是走不通了 大学还未毕业 诗歌诗姐就帮着他找了条新路子 拍广告 无论是婚纱广告还是开封才背景 剃须刀尤其没有他不能接的广告 塑造能力强也很努力 于是广告小王子诞生了 却离自己的影视表演专业也越来越远 机会总会来的 他等到了温克星 演完最玲珑之后呢 龚俊有半年都没有一部戏世系成功 经常飞去外地世系 辛辛苦苦到处跑等的却是 牛尼入海再无消息 他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笨了 没有演戏天赋 导演们都不喜欢我 又失落又焦虑 反复开启自己走出低谷后 龚俊悟道 这个行业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不可能一进公司就当老板吧 得从底层做起 他愿意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种积累 就算这部戏没火 这个角色没火 但演多一部就会有一些人看到你 下部戏还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资源啊都是慢慢积累的 他说机会总会来的 不是现在就是以后 于是山河令来了 龚俊遇到了一个和谐欢乐的剧组 大家都抱着这部剧可能活不了 但一定要对得起大家的心态 去百分百赤诚的对待每一个角色 剧组资金不够 名气不大 还缺人 为了演出武侠江湖的群像 就在横店到处抢人 打听哪部剧有老演员在 就软木硬炮的把人家拉过来拍机场 所以山河令当中有很多不明不白 就下线的老演员 真的是又穷又贫 没有之一了 这反而让大家都拧成了一根绳 往一处使劲 张哲瀚教他入戏 从情绪到小动作都很担心的示范 导演教他放松到教他收着点 片场总是欢声笑语 每次拍戏之前 龚俊都会反复的备受台词 做到演绎的时候 能够与人物充分共情 这份演戏态度 也是让搭档觉得轻松 心甘情愿的将自己领悟的都倾囊相受 张哲瀚说 我遇到了很好的温克行 很好的对手 总之一切都很好 这部戏拍了四个月 大家都在享受另一个时空的角色扮演 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所以才有了被剧迷们封神的各种名场面 一个动作一个眼神 都让人反复琢磨回味 爆红之后呢 他一天最多接过二十多个采访 眼皮子打架困倦无比 但仍然强称 看起来总是那么开心 记者曾问 快乐和事业你会选哪一个 他说我本来就很快乐 所以我选择事业 但我们知道温克行已与知己留在了雪山之巅 退去光环局色德公俊 也愿前路如你所愿 没有功利心 懂得积累的演员会走得更远 好 othop 温克行 在干净 在干净 因这个 一样 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